我接下来呢 我想要去做 去做 纸产品行为模式分析 纸产品 它的一个 商业行为模式分析 怎么做呢 因为针对这个纸产品 我也是可以透过什么 它的销售以及利润 了解它的商业行为 那如果你要知道说 行为的改变 那就是在这一段连续时间中 它的变化 好 所以第一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点选加 我们来去做 那个纸产品 行为模式分析 所以针对纸产品呢 纸产品 等一下你不要做卡片 好不好 纸产品总共有几个 17 我总共有17个 你不用做了 你不用做这个纸产品有几个 重点是我要请你做纸产品 纸产品的销售利润 行为模式分析 所以在这个地方 首先一样是散布图 散布图 然后我是不是希望说这个散布图 详细资料是纸产品 那我们的X轴是什么 销售额 我的Y轴是什么 利润 千万别做客户行为模式分析 我们这边会跑不动 所以我现在我做的是纸类别产品 纸类别 所以这边是不是只有17个点 我要 我要请你们稍微注意一下 我不喜欢放在纸类别 因为大家颜色是不是都一样 我希望它等一下会跑来跑去 所以我不希望是这么小一个点 还有我不希望是单一个颜色 所以我就把详细资料里面的纸类别 翻到图例 请注意哦 我有没有详细资料 没有 我只有图例 可以吗 所以这边是不是就变成17个颜色 分别显示纸类别 请问就到这边 跟刚刚在画 在画那个客户销售利润分析 是不是一样 对吧 只是我现在因为只有17个嘛 所以我干脆把它变成 单别独立颜色呈现 那就把详细资料搬到这边 可以吗 好 我还想再多做一件事 你觉不觉得这个圆圈圈太小点了 它等一下跑来跑去会让主管看得眼花缭乱 像那个小蚊子飞来飞去 所以请把这个点改大一点 这个点改大一点 是不是在格式里面 点了格式里面的哪一个 记得折线图我们有讲过图案 对 就在图案 图案的大小 请把它设大一点 可以吗 我希望等一下这些点跑来跑去 是大一点的跑来跑去 不要那个很小点跑来跑去 好 我虽然没有告诉你12345 但是我把为什么点这个地方的逻辑 我都告诉你了 记得住吗 好 1做什么 散布图 2做什么 指来点 3 销售额 4 利润 可以吗 5 5 值类别搬到图例 6 格式 图案 放大 换你做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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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6 6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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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请问一下 现在 现在这个点 这个点所代表的意思是 书价这四年 就是全部 全部的资料 画出来在这个点 销售额在这边 利润在这边 对不对 那我想这应该没问题 请问你约略可以看出来 它的趋势线吧 对不对 这也都没有问题 请问一下 我们刚刚看的是什么 客户 销售利润趋势线 跟现在看 纸类别销售利润趋势线 会不会一模一样 一定会一模一样 如果有不一样 那就完了 一定代表有一边画错了 因为这家公司的销售额跟利润 不会因为你看的详细资料是什么 而产生变化 好 那不管怎么样 我们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要来做 就是在这个地方 有一个叫做播放轴 有看到吗 在栏位 栏位哦 不是在格式 在栏位的下面 有一个叫播放轴 播放轴 播放轴只能用连续的资料 也就是这个地方 也就是这个地方 请问你 我们是不是有文字类型资料 有日期资料 有数值资料 请问哪一个是有连续性 只有日期有连续性 可以理解吗 请问123是不是数字 数字有没有连续性 数字没有连续性 我不想请你回家念10次 念10次不会懂的 请问1过来是2过来是3 所以它有连续性 不是啊 我们这里面没有这种连续性 请问销售额 你能不能规定客户 第一次第一次跟我们公司买1万 第二次买2万 第三次买3万 不行这样规定吗 所以销售额没有连续性 听得懂吗 什么叫连续性 请问1月1号过来 一定是1月2号 1月2号过来一定是1月3号 这才叫连续性 例如说好了 客户2013年 跟我们有发生商业行为 接下来呢 接下来一定会在今天之后发生关系 这样了解吗 这个代表说时间是一个连续有前后的关系 好 所以只能把订单日期翻到播放轴 翻到播放轴之后 请把 请稍微等一下 等个也许五秒钟 好 请把这个订单日期改 你怎么知道好了 这边有看到 然后请把它改成日期阶层 这个轴 播放轴出来了 你可以点它 可以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这个就是当你点了一下播放轴 它就告诉你 2013年怎么样 到2014年变化给你看 到2015年变化给你看 再到2016年的变化给你看 好 当然我们在这边 我们不会一直秀那个动态图给老板看 我们会用一个象征性的 你点一下书架 他是不是就把2013年在这边 2014年在这边 2015年在这边 2016年在这边 你可以分别去介绍 他的行为模式 请问书架的行为模式 是不是符合公司政策 公司的政策是什么 学长还记不记得公司的策略 销售额越高 利润越高 这就是公司的策略 请问书架不符合 符合 对不对 因为它还在这条趋势线上 而且很标准 可以吗 那请问一下 在这边是不是可以看到 有这一个产品 收纳巨 收纳巨 它的意义是什么 对不对 收纳巨的意义是 销售额高 可是它的利润更高 对不对 利润更高 有看到吗 这四个点 这边的变化还算蛮小的 而且它还在这条趋势线之上 所以这个变化是可以接受的 往右下跑好不好 不好 但是还是在这条趋势线以上 而且后来这两年表现越来越好 而且它的倾斜的斜率 斜率是不是更大 这个好不好 这个是不是桌子 是不是远偏离这条趋势线 主要是利润差了这么多 不是销售额 它销售额还算公司一半 排名在一半 但是它利润是不是很糟糕 没点它 有看到吗 它真正问题在2016年 有看到这件事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只是要告诉你 如果公司有尽早做趋势线管理的话 它在2013年2014年2015年 三年它的机会早就应该处分掉 这个产品叫桌子 对吧 桌子 如果拿趋势线来做管理 请问2013年它是不是远离这条趋势线 它就应该接受处理了 应该在政策上就赶快把它变成什么 比如说 如果东西利润很差 费退货很高 是不是我们就要去做设计变更 或者是把它处理掉 而不是要等到2016年 这边是不是差很多 可以吗 好 我刚刚其实只做了一件事 就是订单日期 搬到播放轴 然后接下来第二件事情就是 把订单日期改成日期阶层 然后你就可以去 就去点这个播放轴 可以吗 祝你能够顺利的看到 因为这也要一些记忆体 来动手做做看 好 很快的我们已经要再进展一个新的小主题 叫地理分析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甚至做完我就要把它删掉了 地理分析 地理分析在做什么事呢 假如说今天在这个地方 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城市 城市 那我只要勾选城市的名称 它就会自动帮我去秀 自动帮我去秀地图 你看这边是不是地图上有好多好多个点 甚至明明是大陆的超市 然后有看到跨到日本还有这个地方 那是因为中文 然后用中文的关系 例如说我们北区好了 台中有一个行政区叫北区 台南也有北区 基隆市也有北区 所以建议各位在做这件事的时候 画地图 最好是把县市加行政区 这样子的问题可以避免掉 好它画到别的别的国家的城市 好那通常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因为做地理分析 我们可以来去看利润 例如说把利润搬到大小这个地方 我把利润搬到大小 就是它的点越大代表利润越大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约略可以看到 这边有一个比较大的点 可以吗 它是上海 然后这上面这边这个点也蛮大的 叫天津 这边叫北京 好然后 这是直接看那个 像这边这两个 一个是深圳 一个是广州 这两个城市 它的一个利润相对是比较大的 好就是说如果说我们今天来分析利润 我们来做利润的地理分析 我们可以去看就是这个地方跟临近城市 有没有一个关联性 或者是你有没有发现好像大家这个点 这个点的一个一个好像平均 大概都是平均这样子分布 并没有说每个点大大的非常大 就是这种特别大的点不多 这代表什么意思 因为是超市 超市代表说可能每个城市都有基本的一个获利 大概只是在做这件事情的一个陈述 这就是地理分析 地理分析比较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我们要锁定地理的等于说解析度锁定长宽 好我们来看一下当我点了另外一张视觉画报表 再点回来地理分析 你看是不是又缩小了 好我现在再把它放大 放大 然后接下来我又点了客户分析 然后再点回来地理分析 你看它是不是又缩小了 所以有时候我们可能会设定说 好我今天我做完这张视觉画报表 我希望主管看到那个地理分析 不要动来动 不要改变它的一个长宽的比例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把它的那个长宽的比例先锁定 锁定在格式 格式这里面 然后锁定 地图控制项的自动缩放把它关掉 好了我们现在来去看同期比较 同期比较 然后再点地理分析 你看它那个视窗就没有整个再缩小回来了 好那这个部分我就暂时先关掉了 因为它会比较占我们的记忆体 再加上还有网络 好地理分析完毕之后 我想跟各位分享这个图 树状图 树状图 首先 树状图是什么意思呢 树状图有点像个年利润统计 我把这个地方折叠变成 变成 变成 嗯 树状图来呈现 好 所以首先 首先 滑鼠右键把它复制页面 就是我有个年利润统计 这是个年嘛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我们来去做个年利润统计的2 然后我把这个地方我要改成树状图呈现 怎么改呢 怎么改 我先删掉好了 重新画 这样你们可能会更加了解 好 这个地方 点一下空白的地方 就是我把这个年利润统计在复制产生出一模一样的一个页面 接下来呢 接下来我们点选 点选 树状图 点了树状图之后呢 首先这个 这边可以设群组先勾类别 再勾类别 但是请把这个类别搬到类别的下面 好 我们来去看它的利润 所以这张图我们看到了什么 就是说 这边本来 这边本来是不是只有类别 然后你再把类别搬到类别的下面 让它变成有阶层关系 这就是阶层的建立 然后您看一下 这个地方是不是看到办公用品 利润最高 家具利润最低 有看到这张图吗 但是这张图告诉我们说 其实这三者差不多 你有没有发现这件事 这三者差不多 尤其第一名跟第二名根本就差不多 虽然它是76万 这个是75万 可是你用树状图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好 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可以看 请问我想知道 我想知道就是办公用品 办公用品它的下一阶 所以你是不是可以点选这个工具 办公用品 单一向下探索 点它 你现在看到就是 所有都是办公用品 它画出来的树状图 好 往上 那这个 两个是什么意思 多向下探索 既然是 多向下探索 所有17个全部都在这边 好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连续向下探索 连续向下探索 也全部17个都在这边 但是它跟刚刚主要差别是 它会告诉你这个是 家具里面的书桌 书架 这是技术里面的影印机 可以吗 这个名称上面有差别 好 我再做一下给你看 你有没有看到 多向下探索 书架就是书架 它没有告诉你类别 可是这个工具 它告诉你什么 它告诉你 这是 这个是书架 可是它是家具类型里面的书架 好 我只是要告诉你 在这个地方 文字类别 它可以用树状的方式呈现 树状方式 再接下来 在接下来 你通常 你通常 你是不是点 比如说这一个 点这一个 来去看它树状的差别 例如来说 当你点这个 你会发现2015年 办公用品 其实没有想象中 数量来得多 获利 因为我是算利润 利润来得多 并没有这件事 可是到了2016年 有没有看到它的利润是提升的 有看到吗 只是在做 在做这个比较的时候 还蛮容易比的 是在做这样子的呈现 反正就是到了20 2013年 它是维持第一名 办公用品 2014年也是第一名 2016年也是第一名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2015 它就整个掉下来了 另外一种解析资料 让你们可以看到视觉化的方法 然后这边的优点是在于说 我觉得还蛮一目了然的 可是这边呢 它就用很多种不同的颜色 或者是类似像那个区域 区域的方式来去说明这件事情 比如说当你点2015年 你有沒有发现 这个第一名 第一名稍微往下掉了一点 2016年第一名又回去了 2016年最大问题是在第二 好 做法很简单 就是先把它复制 对不对 复制 接下来呢 接下来把右边的直条图都删掉 删掉 之后麻烦请画 竖状图 竖状图的内容 竖状图的内容 请注意 这边有群组关系 所以有类别跟子类别 然后还有直 直有看到 它是利润 的利润 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做 这个档案 这个档案 我们的资料 我的资料是使用 下载里面的销售犯例 我 我是使用什么 我是使用我这台电脑 我这台电脑 下载里面的超市犯例 对吧 请问你们的下载里面 有没有超市犯例 这个档案 你自己本机的下载里面 有没有超市犯例 有吧 早上不是做过这件事吗 对不对 好 我希望你要不要检查一下 你 你的下载里面 有没有这个档案 如果没有 就赶快下载 因为 因为在这边我要讲观念 我讲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观念 就是 假设我今天 我有2017年的资料 我有2018年资料 我是不是资料一直加进去 加进去 请问你这些视觉画图表 要不要重画 如果用Excel 是不是一定要重做2017年的统计报表 对不对 可是你现在用了这个工具 你不用再重做了 全部都帮你画完了 可以听得懂我现在说的意思吗 好 首先第一件事情 我先把它储存起来 我先把它储存起来 然后我关掉了 可是你一定要记住一件事 你的 你的这个地方常用编辑查询 你的Excel那个档案 资料来源一定不对 因为他现在只会认定 因为他现在只会认定 Administrator 111就是我这一台 可以了解吗 你要把它连到你自己那一台 所以怎么连到自己那一台 麻烦请做变更来源 然后接下来 然后接下来请点选这个浏览钮 去找到下载 下载里面只有一个档案 超市范例 可以吗 然后 开启 确定 然后再关闭 可以吗 有听懂我的意思 就是你的资料 因为刚刚你这个范例 是从我网路上抓下来的 网路上抓下来 一定记录是Administrator.11 因为我这台电脑的关系 可以吗 所以麻烦请现在重新编辑查询 你的资料来源设定 那这一段也请你们就是看我做 请问一下 我这个档案我就先储存 然后关闭咯 请问一下 请问一下 你看我刚刚的下载里面 是不是有一个超市范例 这个超市范例 你怎么样可以拥有2017年的资料 就是当你有了2017年资料 你是不是可以在下面增加 对不对 增加2017年资料 增加2018年资料 就一直不断的加进去 加进去 好 例如说我现在把这一笔资料复制贴上 请问一下 这个是不是叫101笔 对不对 然后订单日期假设是2017年 2017年的1月5号 出货日是2017年的1月15 可以吗 这个是订单日期 这是发货日期 好 然后 接下来 接下来 这个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什么金额 销货额 可以吗 这是销货额 这是数量折扣利润 好 这是销售额 我假设设设成1万 利润 假设利润 你记不记得刚刚我画的全部都是跟利润相关的图 所以利润我这边就输入5000 可以 然后这个档案我就储存 关闭 那我的我的这一个刚刚是不是做了一个这个超市范例 超市分析下午下午做的这个档案 所以我刻意另存了 另存了这个档名 快速点两下 重新打开来 好要稍微等一下 因为每次第一次开启这个POWERBI都会稍微花一点时间 稍微等一下 好 一样已经有POWERBI降簿了 然后再把这个关掉 好 请问一下 这边有没有出现2017年 没有嘛 好 各年利润统计有没有出现2017年 没有 可是这个明明就是各年利润统计 我明明就有一笔记录 2017年1月几号有一笔利润 对不对 五千 记得吗 五千 销售额 因为我没有画销售额 所以你不用管销售额 但是你应该记得住我们的利润 是不是五千 对不对 这个时候呢 你只要点这个重新整理 这个时候你只需要点重新整理 接下来电脑就开始自己跑 然后最后的结果就会呈现 2017年 这个0.01个百万 请看一下 它的数字是不是利润五千 有看到吗 请问这代表什么意思 请问这是不是代表说 老师好无聊 干嘛把那个原始资料 增加了一笔记录 然后让我这边画的统计报表 就自动的完成画图了 这些事情重不重要 很重要吧 这光是写这件事情 你只要你的单位 曾经做过一个视觉化分析的这种报表 以后你就只是一直在加资料进去而已 后面这些都不要再花时间再做了 有听懂吗 然后未来我们就可以去看到它的一个趋势的成长 而且即时你只要给主管看 主管只要按一个重新整理 就看到截至现在的原始 那个原始质量画到有几名 这边就有几名 有听懂我的意思吗 这是很重要 因为它第二个就是讲那个多变性 即时性 所以这是一定要做到的事情 好了 那我们接下来 接下来 我先把画面还给你们 我看一下你们现在电脑变成是什么状况 我要再做一次 我刚刚是不是增加了一笔资料 原始资料我是不是增加了一笔 我现在把那笔删掉 看看说这个地方重新整理 能不能变成没有2017年的资料 有听懂 好 那我就把刚刚的Excel打开 这个超市范例打开 然后接下来最下面这一笔资料删除掉 对不对 就没有那个2017年的资料了 好 储存 关闭 然后接下来在Power BI这边 重新整理 2017年资料是不是没有了 对不对 好 我们就现在我跟你画面是一样的了 我们接下来要做一件事 请问一下 我们刚刚这个超市范例 你有三张资料表 一张叫订单 一张叫退货 对不对 退货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就是客户不要了 可是客户不要 那这个订单是不是应该把这个订单的利润扣掉 有听懂吗 就是说 这里面 这里面是来自于订单的资料 可是真实的订单的利润是多少 真实的利润是多少 这边还没有扣掉退货 所以这边其实数值是不正确的 所以怎么做到这件事呢 所以我们现在是不是要把退货那一张叫进来 怎么做 取得资料 取得资料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我们取得的当然是什么资料 ecell的资料 然后接下来呢 在下载里面是不是有一个超市范例 所以点选开启 这跟早上做的取得资料是一样的动作 然后接下来 我是不是要勾退货 我是不是要再勾订单 不用 我只要勾退货就好了 然后点选稍微等一下 他在评估退货 我觉得我现在好像也当 好点选载入 稍微注意一下 因为我们的订单蛮多蓝的 所以你就要把订单先缩小 否则的话你会觉得好像订单 退货并没有成功展入 这样可以了解 你们要跟着一起做 就是说 1点选取得资料 2点选Ecell 3就是选下载里面的超市范例 4点选开启 然后接下来要选 5打勾退货 6载入 可以吗 因为我已经载入了 所以我就不去做这件事 好 请你们现在先去把退货叫进来 好画面就用一下 请问一下 你有没有发现 退货 有看到退货 退货里面 我们退货的那个栏位名称 为什么是column1,column2 这你必须要了解 这你必须要了解 这是不对的 这是不对的 正确的栏位名称 应该是这个才是正确的栏位名称 对不对 这个是不对的 所以我要教你编辑它 变成正确的栏位名称 还有为什么它会变成column1,column2 这都是我们必须要了解的 所以如果你想要分析它 就是修改它的模型 这个叫模型 请点选常用 1点选常用 2编辑查询 3编辑查询 哪张资料表要修改 是不是退货 所以当然就点选 退货 可以吗 4点退货 很可惜我的退货也出不来 好,那我就只好重新点 退货 等它跑完吧 等它跑完吧 好,如果出不来怎么办呢 我就只好先关闭并套用 然后把这个档案储存 然后关闭 再重新把这个档案打开 最好释放一些记忆体 就是说,如果你有开一些其他视窗建议 关掉 好,已经有Power BI帐户 然后把它给关闭 这也是这套软体现在的一个缺点 它很需要记忆体 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针对这个订货 这边是不是有Column1,Column2 我们点选 常用笔下的编辑查询 编辑查询 退货 是不是就出来了 可以了解吗 我刚刚做的事情 其实是把这个档案 因为它已经占用了非常多的记忆体 所以我就把这个档案先存档 然后关掉 然后再重新打开 好 然后接下来请看一下 我们现在的第一笔 第一列 第一列 是不是栏位名称 对吧 什么订单ID跟退回 这是不是栏位名称 可是它为什么 不是把它设为栏位名称 这必须我要跟你讲解 请问一下 只要是标题 只要是标题 它一定都是文字 对不对 各位知道什么叫标题 什么叫记录 请问一下 订单里面 这是不是都是标题 行ID 是不是文字 对啊 订单ID 文字 订单日期 文字 这四个字一定 这里面内容一定都是文字 这是标题列的一个 这是标题列的一个 共通的一个 内额属性 它就是用这个属性来判断 你有没有标题列 好 那你看退货 退货第一列 第一列 是不是全部都是文字 订单ID是文字吗 退回是不是也是文字 好 所以这是标题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 这是记录啊 记录会有一个特性 里面一定会有文字啊 数字啊 日期啊 这些分别 就是可能会有文字 数字日期 这样子的一个分别 可以了解吗 可是很不很不巧的就是 这个资料表就只有两栏 每一笔记录都是文字 有看到吧 所以他会认为 他会认为 你觉得这个时候电脑 他会认为这里面都是记录 对不对 对 他会认为都是记录 所以这个资料表 没有栏位名称 没有标题 既然没有标题 他就给他一个column1 column2 这样了解了吗 就是我的意思是说 有时候电脑会判断错误 可是你要懂他的判断原理是什么 好 那接下来 如果你要进行资料的修改 例如说我要把这个资料变成什么 我不要column1 我要以第一笔的记录当作栏位名称 对不对 所以请点选这个地方 不要去功能表这边找 请记住 不要去功能表这边找 请在这边找 这个左上角有一个就是 找功能的地方 就是这一个 请点它 请问接下来用哪一个功能 使用第一个资料列作为标题 可以吗 点它之后 请问我们的标题是不是就设定好了 有标题咯 没问题 好 这边还有另外一个重点 我现在做完了这个设定 对不对 我做完了这个设定之后 我是不是要关闭并套用 到底关什么 套用什么 关闭 关闭是指关掉Power Query 那你在关闭 这边了解了 关闭Power Query 是不是要套用给Power BI 可以了解吗 关闭Power Query 套用到Power BI 因为当我们点选 常用底下的编辑查询的时候 常用底下是不是有一个编辑查询 其实我们开启的是另外一个APP 另外一个应用程式 它叫Power Query 这样了解 是不同的视窗 好 所以它是不是点选了Power Query编辑器 开启了编辑好了 我当然现在要关闭Power Query 然后把现在这个内容套用给Power BI 所以点选 你可以点上面这一个 上面这个就是关闭并套用 下面这边有关闭有套用 还有关闭并套用 就是 纯粹我只套用 纯粹我只关闭不套用 这个是关闭并套用 我们要选关闭并套用 可以吗 这边是不是就回来了 有没有问题 这件事很重要 因为你到时候有很多资料表 都会遇到这样子的情形 好 其实我刚刚只有做几件事 1.常用 2.编辑查询 3.编辑查询 4.点选退货 5.点选这个 里面的什么 使用第一个资料列作为标题 可以吗 做完之后呢 最后一个动作就是点它 关闭并套用 那你有没有存 你不用存 因为真正的存档是在这个Power BI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做一下 还好 还好我这台可以动 因为通常我都是自己自备Netbook 好 我我现在我现在要继续告诉你 因为快做完了 首先 首先 关联 这两张资料表我要套在一起做计算 举例来说好了 订单里面有没有退货的资料 没有 对不对 那 退货里面有没有订单的资料 有一小部分 对不对 只是在记录什么 记录说这笔资料 这笔资料 这个订单ID它是退回 它有发生退货这件事 所以这个订单ID在这 例如说这一个 2013年1196810 对应到的订单 我们这个订单ID 是不是就必须要把它 不可以算利润 有听懂吗 因为你的真实利润 要扣掉那些退货的 都已经发生退货了 它还有利润吗 都已经发生退货了 是不会有利润的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必须要把这个 已经发生退货的订单 给退掉 这样子我们才能有真实的利润 好 如果要做这件事 我们必须要先把这两张资料表 关联起来 关联很简单 就在这边 这边是不是有一张订单资料表 这边有一张退货资料表 订单 订单 资料表的订单ID 有看到订单ID 对应到退货资料表的退货ID 所以我可以透过关联的方式 有看到吗 直接拖曳过去 放开 这样子我们就建立好关联了 可以可以 就是这边拖曳到这边也是可以的 可是我常常看到做错的同学 他把订单ID拖曳 拖曳到省自治区 这不是要问老师 这要问医生了 听得懂吗 就是你看差了一点点 听得懂我的意思 就是等一下你拖曳的时候 不要拖曳错 好那如果拖曳错呢 很简单滑鼠右键删除 然后再重新拖一次 例如说把订单ID拖曳到订单ID 放开 这样就建立好了 可以 那还有另外同学问说 老师我这边 这边是在这两个的中间 到底他是哪一个 他其实你真实要看 要游标移到这条线上 他框起来那个黄色 就代表是他的应用 这样可以了解 这你看一下两边是不是对到一模一样 做完这件事你就可以离开这个模型 回到报告这边 好那就请你们再继续往下做 接下来我现在想要算一件事 是真实真实真实的利润 请问一下 2013年0.34个百万 2014年0.47个百万 好依此类推 有看到 那请问一下 请问一下 在这个地方 他的真实的利润是多少 其实他的做法很简单 首先你先看一下 我们这里面 我们是不是有筛选 筛选 当我现在点到他 我可以针对这个视觉效果 做筛选 我也可以针对整个页面 整个页面是这些 就是整个页面在这边 各年利润统计来做筛选 也可以针对 所以 档案整个所有页面来做筛选 就是这些 可以吗 请问每张资料表 是不是都要真实利润 不是只有第一张资料表 需要真实利润 是不是同期比较 我们也应该用真实利润来做比较 可以了解 所以一劳永逸的方法 就在所有页面上做筛选 所有页面上怎么做筛选呢 请把订单ID 订单退货的订单ID 搬到所有页面上的筛选 请问接下来要勾空白 对不对 接下来要勾空白 对吗 对 为什么呢 因为退货里面 订单ID 空白是什么意思 就是 这里面 没有的订单ID 对吧 这就是标准答案 你看简不简单 全部算完了 你们有听懂这个观念吗 这边不好懂 但是只是绕了一个弯而已 我只是要告诉你 首先这边是不是有很多张资料表 是不是都跟利润是有关系的 如果你去做每个视觉化 你可能会漏作 干脆我要的是正确的利润 所以我就做在所有页面上 所有页面上 然后在这个地方把订单ID搬到所有页面 请勾空白 空白的意思就是 这里面没有出现的订单ID 这里面没有出现的订单ID 就是真正没有退货的订单ID 你们说是不是 可以了解吗 回去想一下 你这样的话我真实 刚刚这边是不是0.38个百万 这边是不是就做出来了 好 请你们先动手做到这边 因为我还想讲最后一个叫做 对不起 按错了 因为我还想讲最后一个主题 叫做预测 预测 请问 我们现在知道了这张资料表 这张资料表 2013年的利润 2014年利润 2015年 2016年利润 对吧 好 那请问你觉得老板想不想知道 2017年1月的利润 所以我现在增加一张 增加一张 叫做预测 请问老板想知道新的一个年 所以这叫获利对吧 这叫预测2017年的获利 这叫预测 假设他想知道2017年的获利 这叫预测 请问这句话听得懂 就是本来我还没有算 好 那我现在呢 我们来去做一下预测 怎么做呢 我们一定要用折线图 折线图 然后接下来我们这里一定要放的是 连续资料 连续资料 例如说订单日期里面 订单 订单日期的什么的 利润 可以吗 订单日期的利润 有没有问题 一定要用折线图哦 直条图不可以看到 预测 只有连续型的资料 连续型2013变到2014 这是固定的 变到2015变到2016 可是呢 请问一下如果我今天这样来去预测2017年 我是不是只能预测2017年 大概是不是在这个地方 对吧 因为在这个地方你知道的 好那如果说今天我们来去看 那你觉得刚刚那只有四个点去预测第五个点 这样子的方式 那现在是不是有看到 我们每一季每一季的资料变动 对吧 你觉得这样子预测2017年第一季 可能在这个地方 我觉得可能在这个地方 你觉得这样预测准不准 这样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就是假设我今天 在这边我写一个数字 1 2 3 7 好那请问你 第五个数字是什么 你觉得这样会不会准 那如果我把这边 把这边变成 例如说30个 30个 然后我再去猜下一个 你觉得哪一个会比较准 有听懂我的意思吗 统计就在讲这件事 对吧 30 是不是大数法则 好不管怎么样 你这边至少我觉得前面要弄到有30个以上 所以我在这个地方 请问你 如果一年有四季 所以这样总共是不是16个 已知的 对不对 不足30个 所以我再往下 所以我再往下 可以知道吗 这样子来去分析会比较好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前面 你是要给他至少超过30 怎么样超过30 那就变成4年嘛 就变成48个月 所以是不是这个要点两下 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请问这张图会不会画 1 折现图 2 订单日期 3 利润 4 这个点两下 好前面现在动手来去做一下 这件事 至少预测完以上 谢谢观看 我们现在 akl后来进入中 有数个人 第一篇 在这一刻 我们那儿 是 你 好 預測大概只有三四個步驟 就做完了 好 畫面就用一下 首先 因為我要做這個資料表的預測 對不對 所以我就點分析 預測在最下面 趨勢預測 趨勢預測 然後點選趨勢預測 這邊是不是只有一個加入 是不是就點加入 好 你覺得 你覺得 他預測的準還是不準 對不對 我說 做很簡單 但是 你 你是不是要去判斷 他到底預測的準還是不準 有聽懂 有聽懂我的意思 有聽懂我的意思 請問一下 做那幾個按鈕 很簡單吧 一 關心 二 趨勢預測的加入 對吧 我先關掉 我先關掉 趨勢預測的加入 做完了 有聽懂我的意思嗎 可是 我覺得更重要的是 到底這個預測準還是不準 有聽懂 有聽懂我的意思 好 那就請你們先做完這兩個動作 我再跟你解釋一下 到底 Power BI 他用的D4預測準還是不準 你有沒有發現到這裡面有幾個你要知道的事情 首先他說預測幾期 請問你覺得他預測一期比較準還是兩期比較準還是三期會比較準 我覺得預測的期數越少越準 好 所以假設我們今天請他幫我們預測最後的六期好了 最後六期 然後接下來 我請他略過後面六個點 因為我只是希望說他用真實資料 真實資料是不是藍色 預測資料是不是黑色 所以我請他略過最後六個點 有聽懂嗎 最後六個點 我們現在先來套用一下 有看到嗎 請問一下 你覺得這樣子準不準 我只能告訴你 我們只看趨勢 趨勢有聽得懂嗎 例如說好了 請問一下 這個點 跟下一期的關係 它是不是下降 對吧 請問趨勢 趨勢 我預測出來的趨勢 是不是也是下降 黑色是不是也在下降 這就算準了 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我們講大數據分析 我們是在講什麼 趨勢 聽得懂我現在說的數字 沒有一個人可以真實的算出來這個數字 但是你有沒有發現 你有沒有發現 如果他能夠做到趨勢是一致 這已經是很棒的事了 不想各位知道選擇權 選擇權不是在猜 你可以知道它的漲 漲多少 跌 跌多少 它是在猜 漲跌 聽得懂我現在說的意思嗎 這都是不簡單的事情 好 接下來因為我還沒設定完 你有沒有發現 這邊是不是有個95限量的區間 我想應該沒問題 就是它的預測要是在這個灰色區間 這都算它的標準答案 接下來最後是不是有一個季節性 請問這家公司有沒有季節性 利潤以獲利來說有沒有季節性 有幾期或者幾個月 我現在是不是用月為單位 所以你要輸入多少 12 我聽懂 如果我的單位 我的週期期間夠多 例如說我有20年的資料 我根本就不要用月來分析 我用的就是季來做分析了 所以在這個地方 季節性我是不是要輸入12套用 等一下還沒跑完嗎 好吧我做三期好了 略過這三個點 略過12個點好了 你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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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設我略過12個點 我看 看什麼 六期好了 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這邊 這邊它1月 是不是12月變到1月 是不是往下降 這樣 這邊它趨勢預測 預測到這個地方 接下來呢 接下來 它因為這邊降的不夠深 所以 所以 它在這個地方 雖然2月它是有上升 但是它認為2月還會持續在降 因為前面它沒有降的夠 然後接下來你看 是不是上升到這個地方 有看到嗎 有看到嗎 其實不是說它準不準 但是它的那個趨勢 其實是蠻一致的 我們就值得給它鼓鼓掌 總比你不知道來的好 對不對 可以理解我現在說的這件事嗎 你看這個趨勢是不是蠻一致 是不是往下降 往下降 然後接下來上升 是不是一起上升 大數據在談的是這種關係 就是說 你的預測到底多準 我們比的是趨勢 不是在比那個真實數字 如果真實數字 今天晚上精彩539 你可以預測出來幾號 那我就覺得很厲害了 太厲害了 對吧 好 換你們動手來去調整 我這邊 趨勢預測六期 略過最後12個點來去看 因為我有完整的 一年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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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不是用三年半的資料來去看 換你們動手來去做 這就是預測 你們可不可以從今天課程 它真的不是以下 我們要看的東西 也不是要用以下來去用線 可以了解嗎 可是你們一定要給我夠多的資料 夠多的資料 夠多的資料是什麼意思 各位知道嗎 如果說你給我一天 每一天的資料 給我兩年三年 我都覺得這可以構成的大數據 而且大數據不是要去做那個什麼檢定 這就是標準大數據在談的事情 可以理解 好了 好了 我最後可能要花個一兩分鐘 做今天課程的Ending 因為我們今天簡單的說 我們是不是講到兩張資料表的關係了 可是你可能會有一種資料 是一年一個資料表 十年沒有十張資料表 我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因為Power BI可以結合是PDF 那這個時候你都應該怎麼做 還有假設當你今天 剛剛我們做的是Cross Join 然後Union 又應該怎麼設定 那另外 我們今天跟你分享 從一剛開始 我們是不是有畫面就用一下 我們從一剛開始有跟各位分享 就是說這個聯動 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 還有像例如說 在這個地方我可以做自動分析 真的 真的 這都是大數據分析裡面很重要的事情 它其實在講的是關聯性 再來 我有跟各位分享同期比較 通期比較 無非就是兩期去做比較 舉例來說 2015跟2016 你就站在我是2016的立場去報告什麼呢 在2016年可以發現4月 8月 11月 好 它是低於前期的表現 對吧 這就是一個同期比較 接下來要做什麼事 楊同學 接下來你是不是看到4月是不是比較差 所以這個時候要做什麼事 不要忘記了 滑鼠右鍵 翻息 說明減少的情形 因為同期比較 你是不是要說明它減少的原因 可以了解嗎 所以你就只要點它 它就幫你做自動分析 在接下來我們是不是有做好壞客戶的分析 你有沒有發現它跑掉了 那是因為什麼 利潤 利潤 我是不是扣掉了很多 可以了解嗎 所以它顏色是不是就跑掉了 好 再接下來 紙產品的行為模式 是不是動態線不同 這個是蠻好玩的一個 視覺化報表呈現的方式 但是你炫技結束之後 你要去解釋 你要去解釋 像例如說你在這個地方 這個紙類別產品 它雖然利潤還不錯 但是它是有問題的 好銷售蠻高的 但是它利潤應該還可以再高一點 怎麼樣提高 這真的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這是值得我們來去好好去探究的 所以它的行為模式是可以看到一些端倫 再來一下 那個我後面教你 例如說 當我今天原始資料做修改的時候 原始資料去做修改 記得嗎 我是不是畫好這些圖片 只要重新整理就整個畫完 還有預測 預測去看的是它的一個趨勢的一個調整 它其實是蠻一致 但是你有沒有發現第六期不準 一個是往上一個是往下 但是它往上的幅度 往上的幅度有看到嗎 有看到 它只有上一點點 但是接下來你有沒有看到 下一個月是不是掉很多 它已經預測掉了 它已經預測到這件事了 有聽懂嗎 只是看你怎麼樣去判斷 用大數據來幫助我們 來去做政策的一個擬定 當你看到這個現象 你是不是就應該要去 去怎麼 你看到它利潤即將下降了 對不對 這是預測 預測是不是還沒有發生這件事 可是你已經可以發現 未來這五個月它是下降 所以我們是不是就可以 你要開始想 怎麼做可以減少下降 這件事重不重要 這不就是我們政府機關應該說的事 假設你預計 你預計下個月你算出來 今年要報稅 很多人都走電子化 就是人工我是不是就可以減少很多 人工現在一直越來越易減 因為大家都電子報稅了 這樣理解嗎 所以你可以透過預測的方式 你先算出來這些東西 然後在人事安排上去做調整 好了 今天我想我們可能暫時 只能介紹到這個地方 明天早上 明天早上 明天早上麻煩各位來 第一件事情 你可不可以提早10分鐘 然後請你先把Power BI裝好 這樣可以了解 那個辦例我明天會再提供 辦例我明天會再提供 我會針對這邊可能就找小一點少 例如說財政部 假設公佈什麼所得稅 各行政區所得稅 那也許它提供了20年 我就只取5年 這樣了解嗎 就是有那個資料量 但是稍微少一點 好 我們見 我們見